工程变更的费用估算是用于记录某项工程变更对整体合约金额的影响 所有工程变更,无论是否有增加或者扣减工程金额都应该用这个范本做记录 这份工程变更的费用估算应该包括工程变更的项目内容、原因、影响合约的金额等等 以下会介绍填写工程变更的费用估算电子范本的步骤 请与范本分类费用中按此网上填写范本进入工程变更的费用估算的电子范本界面 首先为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机制及系统 我们建议公司可以为每一份公司内的文件或纪录设定一组的参考编号 以方便查找文件 例如这份文件是ABC戒下的第一份文件 可以用ABC0001 随后的文件则用ABC0002、ABC0003等编号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例子 你可以就自己公司的常规或文件传档程序做设定 然后,请输入项目名称、地址及合约编号 然后,请输入聘用人的资料 如果聘用人并无另外聘请顾问公司管理合约 请选客户,然后输入客户的名称 例如ABC大厦业主立案法团 如果聘用人另外聘请了顾问公司管理合约 可选顾问并且输入顾问公司的名字 敬启者即是法团或顾问代表的名称 例如陈主席 输入基本资料之后 请输入已签署的工程合约里面 有关变更工程安排的条款部分 例如合约条款第六部分第九条的6.9 是关于变更的工程项目 就可以在这个部分输入6.9 然后输入变更项目内容及变更原因 例如变更内容是更换天台窗 变更原因是业主立案法团要求 然后选这个变更工程有没有增加或者扣减工程 如果用这个例子就要选每增加工程 然后在涉及增加扣减壁工程框下面输入更换天台窗 由于这个例子工程增加之后 合约金额多了 所以会选每增加工程款项 然后输入预计涉及增加工程合约总价的款项 例如1万元 然后输入影响工期的资料 和增加工期的日数 然后输入承建商的名称和记录日期 最后 电邮地址一项建议都填写 以填妥的资料会在你按提交后进行下载和储存 同时也会发送到以填写的电邮地址 所以 请确保电邮地址有效 在提交前 你需要通过系统认证 按我不是自动程式 跟步骤认证之后 就可以按提交 现在 你可以开启你的个人电邮帐户 检查收不收到电邮传档 多谢使用我们的饭盘 请 list订阅 进行 为连接上 或论 证明 由来 观点 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